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被酸民指责违反著作权的 LoveLigy成员 在idol们常常直播的平台VLive中 有个叫Channel Plus的功能 简单的说就是 只有付费会员可以看得到的聊天直播功能 昨天LoveLigy成员 在IG现实动态 发布了一位网友发给自己的私讯 金,这是VLiveChannel Plus的影片 上传到IG的话是违反版权 呃,我是可以的 但是只有我可以 别人是不行的 事情是这样的 金把自己在Channel Plus直播的内容 简了一小段上传到自己的IG现实动态后 一位网友就发私信指责金 违反了著作权 而金回复这位网友 自己上传自己的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位网友再次发私信表示 金,把VLiveChannel Plus的影片 上传到IG的话是侵害著作权哦 而这次金将自己跟工作人员的聊天内容 截图上传之后留言 这是公司姐姐告诉我的 我上传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您的担心 都已经这么说两次了 那位网友还是没有放弃 这个版权不在50那边 是在Nebel VLive那边 咒你那个逻辑的话 我在YouTube拍的影片 版权都在YouTube身上吗 YouTube可以随便删吗 我想可以 对此金留言 这种程度的话 是Nebel VLive的职员吗 我是50所属的艺人 所以我要相信公司姐姐的话 大家晚安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傻 负伤表情 语气善良一点的话 就以为不是恶评吗 自以为什么都知道 想要教别人的语气 超不喜欢 他凭什么在那里管闲事 都能让不是粉丝的我生气 真想朝他的嘴给他一拳 对于网友指责 Lovely紫金违反版权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8月份K-POP男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 K7 29位 Vlogbe 28位 FTR Pentagon Pentagon 26位 Deddy Benny 25位 Vix 24way 공방星기 23way 인피니트 23way 뉴이스트 22way 위너 23way エイティジェフ 19way エナイトゥ 18way トレジョー 17way 海ライト 16way グルビンチャイルド 15way ウネノフ 14way ストレイキッジ 13way SF9 12way トゥモルーバイトゥゲッド 15way トゥピエッド 15way トゥピエッド 15way スープ ジュニア 15way トゥピエッド 15way ストロ 15way ストロ 15way トゥピエッド 15way ストロ 15way ストロ 15way ストロ 15way アストロ 3位70 2位X 8月男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一位是庞泰村长胆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 龙冷证明广告 Pillboard Porter Army 中复评分析结果 证明评价感83.01%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